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总好 吴总早上好 他就是传说中的吴总吗 对 他可是咱们的行业之光啊 吴总的气场也太强了 吴总也是真的帅啊 完全的高冷静怡系美男 要是能做他的女朋友就好了 你是新来的吧 吴总可是公司里有名的大魔王 没错 咱们老大可是整个集团最恐怖的存在 业务能力技巧 连大老板都要礼让三分 上班不摸鱼 网维打工人 今天是作为勇者的我 即将进行第一千次挑战 刷船迷宫干掉大魔王的日子 有新的资料片 没听说过呀 管他呢 快乐起来开始摸鱼咯 也不知道吴总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干什么 哎 真是苦了姐妹们 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闲啊 再说了 公司里盯着他的女妖精都能排出三里地了 你就别做梦了 吴鱼 吴鱼 吴鱼啊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公司可不能没有你呀 公司长 你别这样 你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呀 吴鱼啊 老天不长眼啊 我的鱼啊 我是死了吗 为什么我的意识还在 这是什么东西 我这是在哪啊 在做梦吗 还是说 我已经到了银草地府 我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了 难不成我灵魂出窍 跑到什么异世界来了 不过这是梦 请让我赶快醒来吧 我还有八位数的存款 没有花完的 打了这么久的勾 我还没有真正享受一下 重生就重生吧 人家小说里都有什么外挂 逆天绅士之类的 到我这儿 怎么连个人眼都没了 不如死了得了 什么洞 这 快来 这里的怪物很弱 来了 爽 太爽了 事实证明 人活着就要及时行乐 说不准意外和明天 哪个会先来临 最惨的就是钱还没花完 人却没了 我刚才 明明被人给砍死了 怎么又复活了 话说这里 话说这里 怎么和我玩的幻想迷宫魔语 有点像啊 作为小怪的我 能刷新复活 难道说 我重生到了这个游戏世界里 快来快来 这个迷宫的前面很好过 又有人来了 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搞清楚状况再说 我可不想莫名其妙地 再被人砍死啊 大爷大 上辈子都没这么狼狈过 真硬了那句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啊 啊 快来快来 这里还有只 别紧张啊 这些骷髅兵很弱的 多杀几个就习惯了 我去 怎么又是你们啊 区区一个杂兵 你是在嘲笑谁 什么也没有啊 你再刷 混蛋 你找死 给我站住 有种你别跑 怎么还在追啊 还叫来这么多人 我明明只是个小怪啊 喂 这傢伙怎么骂骂咧咧的 这是不如计 看起来像是在说话似的 他真是和别的小怪 还不太一样 不好 是高级军文怪 快撤 这是 自己人 总算是得救了 吓得我差点尿裤子 这情家伙 连着小怪都不肯放过 这回该能弄我了吧 去死 别杀我们 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就好 要什么宝物我都给你 不好吧 怎么可以拿这个考验干部啊 好希望 受死吧 你能杀呦 这个女人坏得很 不讲武德 搞偷袭 我跟你拼啊 快放开我 我现在可是怪物 你居然还想拿宝物来贿赂我 你是怎么想的 不要杀我 居然还升级了 这感觉还真是爽啊 咱们突然暗起来了 你 你要干什么 我们不是自己人吗 大 大哥 有话好好说啊 我是自己人呐 无法识别 入侵者 魔杀 我闪 什么情况 难道是因为我是穿越者的原因 可惡 好歹一生穿越者 一个个的都要砍我 真当老子没脾气啊 肚烦 那意思 终于学会这个技能了 大怪手则第一条 不则技能有前摇 就是现在 怪手则第二条 肚烦不刀 这就怪了吗 要不再补一刀 以防万一 不是吧 都这样了还能打 糟了 技能幽冷却 这头盔 不管了 赌一手 你你你 你不要过来啊 我警告你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看上去 好像是这个头盔的作用啊 到底啥情况啊 又升级了 原来 干掉迷宫生物也能获得经验 哦 还真是因为这个头盔 这下可让我捡到宝贝了 我要发达喽 这迷人的魔幻一世界 太有内味了 穿越成为窟窿小怪 难道就是我成为 最强魔王之路的开始吗 颤抖吧 这个世界 准备好迎接我 巫语大魔王的降临吧 爸爸 有你好害怕 入侵者 全部清除 这么快就升到五级了 这头盔的效果可真好啊 只要是比我等级低的孤龙 都能控制 数量上限 也能随之升级提高 先定一个小目标 征服这片森林 啥情况 你们不要过来啊 有的不怕你们 快给我走开 不然我要住手了 你 你是谁 你 你不要过来啊 是被我给吓到了吗 该死啊 忘了我现在是这副鬼样子了 小鬼 我可是在帮你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 真的吗 天哪 总算碰到一个 能正常交流的人了 你是怎么听得懂我说的话的 是学了什么特殊技能吗 小鬼 小鬼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我叫尤妮 爸爸说要让我失恋 就把我带到这里 然后自己回去了 什么 竟然有这样混蛋的父亲 这么小的孩子 也不担心她的安全 也不担心她的安全 想要楼杀吗 有你不知道 有你只想回家 这鬼地方 总不能把她一个人扔在这吧 我的伟大征程才刚刚开始 这要带上个拖油瓶嘛 我知道了 你先跟着我吧 我送你回家 好耶 好 好可爱 小白 快过来 我们得出发了 喂喂 你要跑哪去啊 怎么突然发疯了 骷髅军团天列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跨过艰难困苦 鱼血风霜 走向复兴走向辉煌 他真的会送我回家吗 他不会是爸爸说的骗子吧 说能拐卖小孩子那种 完了完了 他不会是要对佑妮动手了吧 前面那块立着的是什么 好像是路标 王者小镇 可供冒险者休整 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你要死啦 可恶啊 方向正好相反 之前那些路白走了 到那个小镇上 应该能打听到不少消息 得先了解一下 这里是个怎样的世界 顺便打点怪 生生急 有你啊 一会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魔物 既然是被送来试炼的 那遇到弱小的魔物 可以打一打 但是如果遇到厉害的 你要马上躲到我身后哦 于是队伍继续前进着 停 哇塞 瞧瞧我发现了啥 干掉这个大家伙 肯定能收获大量经验 而且他还在睡觉 这么好的机会 可不能错过 龙胜 天蛋 下猪 到后面包抄 咱们把这只尸骨龙包围起来 我地马呀 他怎么突然醒啦 糟了 有你 小心 有你 幸好 要是被砸中的话 就真的玩犊子了 有你好害怕 你多好 别乱跑 我马上过来 这这这这这这 这小鬼是什么运气之子吗 不 我妈 老子都对我才开仗 总共没有几条枪 让你一下子 全搞死了 有你别怕 你不是来历练的吗 保护好自己 这家伙 由我来解决就好了 虎头叔叔是在保护有你吗 他虽然长得丑 但是愿意保护有你 肯定是个好人 虎头 血液太厚了吧 完全看不动啊 虎头叔叔 会不会有危险啊 怎么办 爸爸说过 男孩子要勇敢 不能退缩 我也能帮上忙的 好 安全抵达阵线 多年的游戏经验 打你这种血厚防高 但机动性差的家伙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点一点的磨血 岂要我 有你 你怎么把他这里来了 嗯 有你不害怕 有你是勇者 有你要战斗 爱和勇气 会赋予我力量 爸爸 有你明白了 不许跑 拥戴有你 不怕困难 站住 别跑 把雕像抖着了 这 这就干掉了 允计好到敌人打不着 刀刀出暴击 还有他刚才好像说他是勇者啊 该不会 就是那些冒险游戏 热血动漫故事里的主角勇者 开始buff 点满的那种 我现在可是魔物啊 他会不会砍我 我说你 古童叔叔 你是要丢下游泥吗 古童叔叔不要丢下游泥 游泥会很乖的 游泥可以帮你打坏人 好可爱啊 这小鬼危险是危险了点 但他这主角光环的强大属性 要是用得好 我岂不是可以 好吧好吧 你遇到我 那就是缘分 既然答应送你回家 我一定说话算数 嗯 这小家伙也太好骗了 转了转了 王者小镇治安管理条例 小镇禁止在非战斗区域 泄斗或使用技能魔法 禁止不牵绳六丧尸犬 禁止在公共场所随地大小便 禁止种族歧视 游泥除外 为什么要歧视游泥 这个 要怎么解释呢 狗狗 谁家的狗不拴绳啊 有没有点公德心啊 呦 这小镇看起来还真是 又豁又穷啊 游泥 咱们进去休息一下 顺便打听打听消息 金方家魔王熊只要二十 电视宝空 迷宫世界居然有这种东西 厉害了我的哥 魔法道具吗 游泥 你见过这个吗 爸爸有个手掌大小的 每天都要躺在沙发上 看姐姐跳舞呢 一世纪的人也刷短视频吗 完蛋 玩坏了 就是可到了 睡好了 这家伙看着有点眼熟 难道这个世界 和那款游戏 有什么关联 不然 我怎么会穿越到这里 老板 哪里能找到这家伙 吴 王 吴 爹 端 谢 是 手摇电话 这也是魔法道具嘛 还真是一点不意外呢 好家伙 每个三米高 都不配打电话了是吧 吴 喂 您好 银湖叫银湖正忙 请得听到滴的一声后留言 滴 滴你妹啊 你明明有街头啊 喂 盗你下了盗你下了 有没有听我说话 不许 您在多挡风话正忙 请稍后再播 起可笑 老板 我到底要怎样才能见到魔王 等等等等 找到他 有了他 也许你就可以顺利见到魔王了 死神狠了 哈哈哈哈 这不是难为我吗 在这个陌生的世界 我路都不清楚要往哪走 上哪找什么死神还拉去啊 大兄弟不要着急啊 听我跟你讲讲 也许你就有头绪了 我们魔狱大迷宫这个地方 是由魔王欧萨斯和他麾下十大魔将管理的 在这里 魔王欧萨斯和上三位魔将 是活在最上层的魔王宫殿 而其他七位魔将首领 分别管理着基层独立领域空间世界 他们分别是工业都市 非亚魔法屋 传说之礼 迷幻境城 金红游乐城 和深渊亡灵国 我们现在就在由海拉掌管的深渊亡灵国度里 怎么样大兄弟 是不是又燃起了一丝信心呢 燃起个屁啊 你这也只是告诉了我在哪儿 又没告诉我海拉在哪儿 人家力量有限 只能帮你到这儿留 大兄弟慢走 走过路过求报应哦 看来这个死神海拉 是长颈关卡的大boss 谨慎其极 在镜头之前 我先去到酒屋 提升小时律下 贝拉 到你了 嗯 我看看 萨尔参见陛下 哦 大祭司找我何事啊 回陛下 我昨夜掐指一算 竟来由勇者降世 不久后 米狗世界可能又将面临被入侵的风险 臣特此来告知陛下 希望陛下早有打算 什么 你说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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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者降世了 是的 陛下 并且勇者将再次入侵 迷宫时机 怎么又来啊 多杀人家999次了 怎么还没杀狗啊 呵呵 贝拉 救我 为勇者讨伐 是身为魔王的宿命哦 人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让人家召开迷宫高层会议讨论对策好了 那个 我想各位都听说了 新一代的勇者已经出现了 今天召集大家来 就是一起商讨一下 怎么对付勇者 希望各位这次 团结一致 共同想想 要我说吧 最重要的还是优先给我们每层拨款 尤其是我这次 确实都好些年没修了 冒险者总是随便就能破关 作为迷宫的同胞 各位都该给我们低层关卡圆出一些资源 有钱出钱 没钱出人手 比如 多借脸生存好的女妖精 用来诱惑勇者 你说是不是 海拉 咱们应该一起争取 不狠 老鳄鱼 我们这些骨盘里就说你那边有水多 这回你该负起责任了 我的工厂现在没什么收益 而且就算有钱 也不会给你这贪忑无厌的家伙 好啊 你敢说你没钱 天天在那攒原料造装备 这些东西你留那么多干什么 打算造反吗 好了 别吵了 让每一位都有机会发言 不要吵 不要吵 大家有话好好说吗 扯来扯去 都是自己不出力 指望别人 好好笑 喂不如你们把迷宫前几层都撤了吧 直接让我来负责挡住勇者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管教皮皮花了点时间 考验快下去 你这玩具熊天天到处乱跑 蒙不动 咕咕咕都吓晕过去了 还不快把你这破熊收回去 咧咧咧咧 就不收 喂喂 哈喽 听得到吗 测试测试 大家听得到吗 欢迎来到露娜的三号直播间 这是 露娜研制出的心情好不尽 信号传输技术 已经这么先进了吗 诸位 我们就一次陷入了重大危机了 以前那些惨痛教训 我想没人会忘吧 为了整个迷宫种族的荣誉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小露娜今天看起来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 大家一定要 魔力不毒 魔力不毒 好像不太对 破镜子 又故障 弄尖像公众失效了 弄尖像公众失效了 不许可 啊 长短 长短 长短在哪 露娜小姐穿上衣服模样 真可爱呢 海姐 你想干什么 这里可是迂回大天 你疯了吗 要不是老子换成了现在这副身体 早把你砸成肉饼了 好可怕 安静 你们躲安静 哼 好了 那什麼 我肚子有點疼 我先回去了 你們自己商議吧 這種會議 真的沒有意義 皮皮 我們走 回家泡澡去 該死 什麼好處都沒撈著 喂 郎太 散會了 你敢起來了 這一覺睡得太舒服了 哇 這傢伙怎麼還是這麼不好不要 我現在渾身充滿力量 哈哈 貝拉 人心散了 隊伍沒法戴了 他們都已經不把我這個魔王倒回事了 被我罪魔的孫月已經沒了呀 不怕不怕 您可是迷宮之主 我 迷宮世界的臣民們還都聽您命令的 對 我可是這個世界的王啊 現在這幫傢伙已經帶不動了 貝拉 幫我下令 我要在整個迷宮範圍內招聘 將軍 參謀 總管 無論種族級別 只要是能者都可以入選 做我直屬部下 助我對抗勇者 回到旧武器 魔法道具 寬物才亮 救命啊 快逃 爺爺 聲音可真夠大 講不到這種破爛地方 還有這樣的好東西 我說老傢伙 沒有其他值錢的東西 快叫出來 好孩 饒命啊 我真的沒有值錢的東西了 都在這旺道幾天了 這小火鎮子還真是沒什麼油水 他奶奶的 連這種雞腳嘎啦也貼了咱們的通緝令 海拉這臭娘們 咱們遲早打到他老巢去 從現在開始 這座王者小鎮 我們說了算 火刀叔叔 有點有你 請我來啦 是世紀好處刺 完美到手 掌聲在那裡 快點快點 火刀叔叔 臉真的好嗎 爸爸說 偷東西不是好孩子 傻孩子 這怎麼能叫偷呢 他那麼多 也不差這一根啊 借我們幼幼嗎 我說 他的樣子不像是同意借給我們的意思啊 有你 快跑 好痛 虎頭叔叔 你沒事吧 什麼意思啊 這是 太好了 非戰鬥區域 有你 快到我這邊來 我果然猜得沒錯 非戰鬥區域有機制約束 嘿嘿 他不敢過來 嘿嘿嘿 我的天 啊 警告 非戰鬥區域禁止戰鬥 不是吧 這麼猛的嗎 哇 好傢伙 都說非戰鬥區域了 你說 你這個是何必呢 喂叔叔 你好厲害 原來 這都是你喜歡好的嗎 小場面 小場面 不值一提 有你啊 記住 打架不能忙幹 要學會戰術 我這招呢 叫兵不厭詐 戰術 不當叔叔 您懂得真多呀 好多詞 有你都沒聽過呢 那當然 都是我的畢生積累呀 要不 你當我徒弟吧 有你 我教你迅速成為真正的勇者 我真的可以嗎 好啊好啊 師父 意外收穫一個勇者徒弟 這招雪傳啊 有了他以後 升級打怪可就簡單多了 歡迎光臨 客人 上次您看中的武器 我幫您留著呢 不知是否還需要 怎麼樣 這高級材料 足夠把它兌換了吧 嗯 是的呢 謝謝光臨 已為您兌換物品 鋒利的亞雷克鋼劍 真是一把好 師父 你沒事吧 土耳莫荒 為師友高招 足以使得了這劍 出現吧 力量手套 這劍也太沉了 還好賣掉了之前收集到的冒險者的裝備材料 換了這雙能增加力量值的力量手套 師父好棒 連劍也舞得這麼帥 那是自然 嘿嘿嘿嘿 小哥 還有點什麼不 哦 對了 老闆娘 說來奇怪啊 這鎮子 現在看起來又窮又貴 但卻又有這麼多稀有高級魔法裝備 我想問問 這鎮子以前是不是發生過什麼 才導致如此光景了 其實 我們這座城鎮 以前可是這片地區出了名的貿易樞紐 人類冒險者們 都會到這裡來做休整和中轉 因此 迷宮上面那些大頭領 每年分配過來的建設資金也非常多 以前是這樣的 哇 這裡以前這麼漂亮的嗎 是啊 可不知什麼原因 魔王已經很久沒有給小鎮撥款了 就連看守都給撤了 四大看守一沒了之後 這兒立馬就亂了起來 一些等級高的傢伙趁火打劫 大肆搶奪一番後 帶著巨額財富 去了鎮中心的富怪區 就此小鎮就沒落了 留下的人一個比一個窮 有些星黑的高級怪 發現小鎮再搜刮 也刮不出什麼油水後 就跑進了戰鬥區 戰衫為王 更可惡的是 還有一些人類冒險者 磨青了鎮上那些有Bug的戰鬥系統區域 專門來鑽空子 也趁機大撈一筆 可惡啊 要知道 人家以前看的可不是什麼雜貨鋪 而是大商場呢 戰鬥道具 架用模具 啤酒飲料 明和水 真的什麼都有的 結果現在 淪落成小本商議勉強度日 你不要拿油泥的披風當抹布好嗎 抱歉可人 我剛剛有些失態了 瞧瞧瞧 什麼都有 那不意味著 可以買也可以賣 那麼 老闆 如果我能從富怪區搞到值錢的東西 在你店裡是可以交易的 對吧 啊 話是這樣沒錯 太棒了 簡直天助我也 老闆娘 等我 小賊 哪裡走 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星的 快把東西還給我 什麼 賊不走空 到時候的東西怎麼可能還你啊 後悔無期 這小賊還會分身術 成功得手 好 我真是太厲害了 成功甩掉敵人 這步驟是老夫祖先們傳下來擺脫束縛的見證 絕不會給你們 留福或留命 你選一個吧 我溜 有你 交給你了 為了正義 有你絕不會退縮 這是你的 拿好了 喝幾錢呢 這是俺的限量版微塑黏土模型 一部分寶物換裝備 剩下的金幣 就分給這些低級怪了 咱這也叫劫富濟平嘛 聽說了嗎 最近咱們這一帶出現了一個非賊 這咋能不知道 據說那傢伙快得讓人看不見身形 唯一能知道的就是他在路燈底下浑身會金光閃閃 好怕被他盯上啊 真不錯 今天我身為頭條了 寶貝和稀有材料都搜集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都是清單上不好弄到的東西 該先找哪一個呢 我記得材料清單裡有一個是帶有死亡氣息的布料 這不就是嗎 我運氣可真好啊 孩子們幫收收個忙好不好呀 媽媽說碰到奇怪的傢伙就快跑 他可能就是飛天大盜 飛天大盜 快溜啊 喂 別跑啊 叔叔要的不多的 我給你們好吃的 親愛的 寶貝今天你也很優雅 站住 別跑 我們 別動 我們肯定惹不起 假裝沒看見吧 喂喂 叔叔不是壞人的 好傢伙 讓你們見識一下幼兒園游泳冠軍的厲害 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是軟的 不是獨秀 我們開光的嗎 冷靜 要保持優雅 一定要優雅 啊 救命啊 小鬼們 別跑 有小鬼主動跑過來了 兄弟們 圍上 等等 你們看後面那個罐 他身上帶著好多寶貝啊 不好 看這幾個哥們的半像 我這是遇上黑吃黑了 小鬼 哪裡走 居然碰上這麼大的肥鴨 咱們運氣太好了 想解我 也得看看你有沒有那個本事 去死 反戒 不是吧 就這 這是怎麼回事啊 骷髏怪不是低級小怪嗎 火球叔 你也耐心 加強 你才低級小怪呢 你們徹底惹火我了 來吧 讓我給你們點顏色瞧瞧 咱們碰到硬茶子了 力量強化 盾牌 你們沒事吧 你真做點啊 可惡 好狠不吃眼前虧 得想辦法開溜 小子 小子 想不去 使我擋住這一劍 他就能露出破綻 好 好 好沉 三十年和東 三十年和西 也有我還能再讓你們給欺負了 來吧 那边那个光头 就剩我一个了 岂有此理 我们武服战队 居然让一个怪物给挑衅了 别死了 就这种攻击 分分钟 快 趁这个机会 干掉它 去死了 仗着人多是不是 你们等着 小子 别想跑 你气死我了 我这样就去摇人 妞妞 怎么了师傅 快点醒醒 有大事需要你 走 让师傅搭厂子去 我的别动队 也该派上用者了 来 分钱分钱 等等 你们快看 就是他们 怎么这么多人 这是惹到小帽子了吗 小叔叔 他们是人类啊 他们不是坏人吧 有你 今天就给你上堂实践课 别太善良 人类 也分好坏 小兵虽然等级低 但也挺难产 对 不行 咱们打不过 快想办法跑吧 那个小孩 肯定好对付 咱们从那边走 哈哈哈 小屁孩 来吧 你 你 你想干什么 嘿嘿 自己捣死 没办法咯 不要过来啊 换人 哇 可恶 说你们是谁 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了 死怪物 我们什么都不会说的 有喝 还挺嘴硬啊 不过来时就有准备了 大郎 喂药 老豆 老大 嘿嘿 你小子是真没人了 连未成年都招进来 好废话 呦哼 呦哼 饶到 喂 换你来说 我招 我什么都招 我叫金毛 我叫宋师 我叫薄梅 停停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让你们报真名 不是代号 虎爷 你就饶了我们吧 我们就是群 四处掌落脚地的孤魂野鬼 本民早就不记得了 怎么回事 你们不是人类 我们以前的确是一群励志征服迷宫的冒险者 冲冲冲 我一定要成为冒险王 结果闯关之路太不容易了 我们吃尽了苦 最后遇到一个很强的怪 被他一招就打死了 我们醒来后发现变成自己亡魂了 而且只能在这层迷宫里活动 没法离开 所以我们只好四处飘荡 其他冒险者不再接纳我们 这里的鬼怪更不会把我们当同类 不卖东西给我们 我们只好高点小偷小摸 不知怎的被死神海拉的巡逻军盯上了 只能跑到这附近远离山谷 寻求庇护 结果他们说我们怨气不够重 还不收我们 所以你们最后到这来了 故事这么曲折吗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动手了 那你们之后打算怎么办啊 总不能老在这欺负小怪吧 要不是这几个家伙长得太丑 收作小弟倒也不错啊 士奇 你 咋回事啊 我被进化了 是刚才那个孩子 各位 他健身带着圣洁的力量 咱们终于可以解放了 真的吗 什么情况 刚才幽妮那一剑 直接打得他灵魂飞升了 但他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勇者 武器带的神圣属性 也不稀奇 看样子 你们也想被进化是吗 对 我们不想永远被束缚在这地方 让我们解脱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顺手做点好事 由你动手吧 敢他吗 是啊 有些是看起来暴力 但却是真正的善行 他们会感激你的 好的师傅 我懂了 谢古言杀死之 谢古言杀死之 别瞎用词 快教坏小朋友 哇 好漂亮啊 他们还藏着这样的好东西 看起来真不少钱的样子 既然如此 我就当是报仇笑娜了 收工了 有你 咱们回去休息 给我搜 必须把无王遗失的 圣物吊坠找回来 又是美好的一天 师傅 今天我们去干什么呀 这是 哪里来的一队骑兵啊 骨头叔叔 他们欺负人 损坏公务 他们是坏人 我怎么看这帮家伙 这么不爽啊 你 你 你看什么看啊 你竟敢拿无王胜怒 给我捉住他 不太妙了 有你 咱们快走 抓到嘴 抓到嘴 你怕 啊 啊 啊 师傅 啊 快跑啊 有你 卑鄙 卑鄙 的造妻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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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堪一击的低级骷髅怪 也敢和我兄弟评论 放开我 师父 拒捕 输 你以为救你人多啊 众鬼怪 给我上 这一票 咱们敢把大的 可恶 我方身里大败 三十六级走为上 小白 咱们往镇子外面跑 让一下 让一下 小贼 老李宝 这谁啊 莫插队 曹鸣成功 下一个 什 什么 迷宫巡逻军执行任务 闪开 巡逻军了不起啊 我抗议 快 我们趁这机会快跑啊 总算甩掉了 可恶 看来不管哪个事件 都一样弱肉强食 实力弱 就要爱欺负 老子有财富密码有你 不能再花水了 这么强的外挂得好好利用 好徒儿 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家伙 毫无顾忌地攻击我们 是因为我们实力不够啊 所以我决定了 未来一个月里 我们要进行魔鬼训练 尤其是你 有你 身为勇者 绝不能认怂 别偷懒 快点搭 有你啊 这柱猪头人营寨里 都是邪恶的野怪 他们人数众多 你别逞强啊 只负责一只就好 其他的都交给我 好的 师父 有你 师父先给你打个药 是谁 让来我野猪帮死阿爷 好吗 我们上了 一秒钟就会让你认识我 有你 师父给你留了一只 该你表现了 好的 师父 我会加油的 好好好 有你啊 表现真不错啊 有你 师父来帮你了 该死的骷髅怪 不讲武德 快放开我徒弟 有有你这个勇者 帮我解决这些精英高级怪 升级拿跑是真容易啊 以前还是太保守了 先定个小目标 十天内上的二十级 有你啊 你现在实战经验太少了 师父要求 你几乎每日一练 记下杀怪术 天天都进步 师父 有你啊 你要成为男子汉 成为真正的勇者 师父对你充满期待 你有信心吗 有 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 有你 有你 起床 我们接着 升级 有你 有你 方方 有你 有你 人呢 什么 你说有你出事了 快带我去 这是 有你的剑 运灵山谷 这地方看起来就不太妙的样子 方方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 想找那把剑的主人吗 你是 老夫 这不过是一只尸丘罢了 你要找的那个孩子我见过 哎 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什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山谷里面聚集着一群怨灵 每当有人类接近这里 他们就用阴风将人抓走 来发泄庞大的怨气 怨 怨 很恐怖吗 数量多吗 不知道 从没有人回来过 也许 那些怨灵 遍布在整个山谷 居然被这种东西抓进去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师傅 我们一起去打怪练棋吧 乌宇 他可是你土地啊 陪了你那么久 还从来没抱怨过 你要是不救他 还能算是个人吗 更何况 他还是财富密码 方方 我们走 去救有你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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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难啊 救命啊 烧死他 烧死他 宿静 开始审判 拜见首领 身份 人类 罪行 一 相貌过于秀气 妄图通过先天优势 让普通群众产生不平 二 公然秀优越 有高级装备 却丝毫不知掩盖 三 年轻无畏 用过度的朝气 给不幸群体的内心造成二次伤害 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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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结束 带走 午夜行刑 行刑 行刑 行 你们不要过来啊 说起来 我也是一只骷髅呢 但 一定对手是怨灵时 怎么还是有种很怕怕的飞蛙 哈哈哈 快走 否则要迟到了 有人来了 快快快 那几个 难道就是怨灵吗 他们要干什么 看这造型像是 武风机 难不成山谷附近的阴风都是这么造出来的 组长 我去西巴莲清醒一下 去吧 报告 又抓来一对人类情侣 首领在休息 我们自行审判 老实点 亲爱的别怕 我们死也死在一起 审判开始 你们在公共场合 可肆意表现出亲密 不顾及其他群众感受 罪行成立 太不公平了 我做了三百多年的单身怪呀 我要自尽 有怨气到宫位上去发现 这群家伙就是怨灵啊 这么一个个跟大冤种似的 好了好了 不堪热闹了 快去找优妮 入侵者 兵之魔力 听我呼唤 无死他吗 阿莫西方 别别别别别 大兄弟 兵一上来就动手啊 喂 不听劝 那我只好 吃我一剑 不听劝 那我只好 吃我一剑 招数看起来那么忽然 还以为是个大佬呢 花架子 六号这是跑哪儿去了 老六 六号 老六 老六 完了完了 有人来了 方方 快来帮忙 老六 六号 我在这儿呢 好你个老六 玩失踪是吧 你一个新来的还不加倍干活 组长一会儿要放火了 快走快走 既如此轻松就加入了敌军阵营 这下场要你更方便了 拿着 干活的时候利索点 大哥 先别干了 我跟你打听个八卦先 什么八卦呀 之前不是说抓来一对人类情侣吗 怎么处理的 不知道了吧 他们被关押起来了 等晚上英气最强的时候 就跟早上抓的那个人类小孩一起出行 人类小孩 难道说的就是优孽 原来是这样啊 那他们现在被关在哪里啊 这我哪知道啊 首领亲自安排的 对了老六 你怎么今天问题这么多啊 我 我 头儿怎么来了 都干得很不错 告诉我 你们生前都冤不冤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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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该用更高的工作热情 去报复外面的家伙 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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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的讯话 就此结束 大家坚持干活吧 这都是什么洗脑口号啊 这些月龄生前 不会都是大云种吧 等等 怎么有一股阴味 是谁带进来的 糟了 我之前搬运那个被打晕的家伙时 身上沾了点烟味 什么蛋都能闻出来 它是狗鼻子吧 刚才离开过工位的 全都给我过来 这也太变态了 我会不会露线呢 死在这些怨灵手中 那我真是比冤种还冤种啊 你 给我过来 那个 大哥 我刚才 刚才搬运的时候扭到脚了 别磨磨叽叽的 快点 好 好好好 组长 我承认 烟味是我带来的 我刚才押送那对人类男女时 从那男的兜里搜出能打出火焰的装备 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先进贵重的装备 凭什么他就能拥有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所以我一气之下 就用那个装备把他头发点着了 其他人去工作 你晚上给我留下来加班 赶到半死为止 记住 以后别再让我闻到这种味儿了 好 好 死爹 你说组长这回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你不知道 组长就说死于一场火灾 所以 只要是烧的东西 他都非常敏感并且厌恶 这是虚惊一场啊 原来引起他注意的不是我 来 组长 说了要布置行刑罚场 要求美祖派个人手去听他指挥 六号 你新来的 跟着他们去干活 掌掌见识 这样是不是能见到他们的首领了 也有机会打探到优宁的下落 我运气真好 对 就这样 不说话就不容易露出马脚 对了 新来的 你是怎么死的呀 这个时候先扯什么 这让我怎么编呢 我怎么死的 听我慢慢给你们编 不 给你们说 我真傻 真的 前世我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工作 没想到遇到变态上司 没日没夜压榨我 最终我倒在了认知嘉心的建议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别害怕 别害怕 太苦了 太苦了 比我们的精力都被宰啊 射出苦啊 我反应这么大吗 走 以后我们就是一同冤死的好兄弟了 有什么事 搁照着你 还以为怨陵山谷多凶险 没想到这群家伙都挺好骗啊 嘿嘿 等我套清有你的位置 就把这两货干掉吧 嘿嘿 对了 那个 其实我刚来还没看过楚行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边的山坡 看见了吗 那里藏着一个汇聚了无穷憎恨之气的怨魔 到午夜时分 他就会现身 一切靠近他的生物都会尸骨无存 我们就是要提前布置好场地 到时将人类扔进那里 坏了 刚才一直说话 快要来不及了 什么 现在不才下午 怎么回事 天突然黑了 怎么 山谷里没有过渡时间 只有白天与黑夜 你还不知道吗 夜晚终于到了 埋葬一切的夜晚 把那些肮脏的美好事物都吞噬掉吧 这俩活怎么突然就不正常了 走 去看楚行 什么 难道有开始了 糟糕 简直是群魔乱舞了 原来晚上院里才显现真正的模样嘛 我还天真的以为这是一帮冤种啊 收死他们 烧死他们 烧死他们 就 就是那里吗 终于到了 等着我 佣弟 烧死他们 撕碎他们 烧死他们 撕碎他们 亲爱的 我和你永不分离 亲爱的 我和你永不分离 请让他打我的媳妇 佣弟 别怕 师父来了 来者是何人 无关者入场打扰祭祀 一同处死 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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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开 去你的 师父 师父 你终于来救有你了 怪佗弟 师父这就带你离开这鬼地方 我们快跑 这里太危险了 好汉 等等 还有我们呢 什么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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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月魔 好大的力气 有你别怕 动我身后 啊 好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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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鬼东西 趁人之危算什么本事 给老子放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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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 啊 快 有你 趁这个时候我们压着打 啊 我的师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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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海拉啊 卑鄙的人类 你把献给海拉大人的献祭给毁掉了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吗